这个 好 这个 好的 这个 还有这个 这都顺便先包紧 这四个不要 其他的我全要的 这个早 早啊 这个 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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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好 好 古幻的吗 我走之前他们在这儿 我回来之后他们还在这儿 欢迎光临 你好 你好 丽姐 不好意思啊 有点事 那个让杰瑞先陪您 你先忙 好 你先忙 这么开心 你们哪能不能用点心啊 你们去那边啊 像这 这 这个 像这个 这种 就这个是吧 对吧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 好 那就只有一只了 没有别的颜色 这个 这是咱们品牌的 经典款的新款就好 迷你 你这样 你帮他们看一下 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 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 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 就是一边开一边欢 对 然后它就 你好 丽姐 小飞 好久不见 对对对 有段日子没见了 对对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 你说这个迷你款怎么样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你 想听我的建议吗 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 好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一只新款的 还有好东西 试一下 好啊 来 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 为什么 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啊 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 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 还是个寻找者 这么多包包 这么多产品 要帮助他们 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 这包来的时候我在想 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 但是当年静电的一瞬间 绝对是巴黎的春天 是吗 那给我包起来 这边请 来 就这个 你打开一下这款包 来 给我 是你看的那一款包 是你看的那一款包 丽姐 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 可以 然后我去招呼你 好的 那你先忙 好的 那我多少钱啊 你 你好 怎么样 有决定吗 我就要这个 有眼光啊 请问这个能打折吗 奢侈品这东西呢 其实 跟你们的爱情一样 都不折不扣 对吧 行 那就这个了 我就下单 好 来 带你去 那我帮您包起来 谢谢 来 这边请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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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长 你刚刚太厉害了 其实你不了解 像丽姐呢 她有社会地位 有经济能力 买个包 对她来说 最关键的不是价格 最关键的是 在过程当中 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一个定制感 而刚才那小情侣呢 刚刚接触奢侈品啊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她们加一些感动 她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 最稳定 最牢固的客户 我还是那句话 默契上年穷 我要的是未来 您看有什么 可以帮到您的 你不过来吗 不好意思 这件事你刚把我心情 看起来有什么喜爱的 这个 好 这个 好的 这个 好的 还有这个 这些都是要给你 先包起来的吗 这四个不要 其他的我就不要了 包装都好一点 送完用 谢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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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 除了这三个之外 所有的包包包起来 这男人也不说 确实就像是成他 挺有意思的 有情话别人 谢谢 没有密码 走过车上吧 好的 不好意思 我说一句话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冒昧地问一下 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 老郑 针对我们平台的 贵宾客户呢 若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 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 让您看 若喜欢的话 可以来店里面看货 你说 她是半个上海滩男人 都想取回家的地产铁娘子 刘盛楠 真的假的 我刚试说 看她咋那么眼熟呢 后来我摆多了一下 就是她了 看来我向小飞大运药到了 慢点 慢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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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姐 小飞 你来了 快 坐坐坐 你来晚了啊 他得拔酒 按规矩 深海炸弹 没事 不用的 可可姐 这是规矩啊 对对对 可可姐说得对 那个还是按规矩来 我拔酒三杯 靠谱 这是什么喝法 枸杞配啤酒 可可姐 你这朋友啊 给我养生了 嘎 靠谱啊 是不是会这样啊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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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算静的了啊 算静的了 对对对 回到姐妹们啊 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 感谢捧场啊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 感谢 我们小飞啊 就是好酒量 喂 副经理 你好 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 买了一箱包 你知道这事了 对 是 我说我承认今儿现在还可以 我不是来表扬你的 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 说你非常不专业 我不专业 不会错的 刘总加了你微信 我必须得提醒你 这次投诉 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 不是 喂 喂 来 虽然这个电话五雷轰顶 但我依旧要笑对我的派对 它不是灯红酒绿夜夜升歌 而是我的商务谈判和工作会议 这些复杂的女人们 只是我的工作客户 无论怎样 我必须要时刻微笑 我在这夜夜疯癫中 找寻我的成功 刘总 刘总 有时间吗 我 这个大中午的夜跑步啊 我这刚吃俩汗嘛 没消化的 能不能 今天不跑步 你去换身衣服吧 陪我去个地方 行 那您稍等啊 刘总 我父亲在这儿 伯父没什么事吧 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老年痴呆 最近我父亲的病情有恶化趋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父亲有一个心愿 他希望我能找一个安稳的人 共度以后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找你来是希望你能 扮演一下我的男朋友 去看完妙她 你放心 今天下午业绩损失 你评估一下 一切损失我来补 不是 不是 这跟 这跟业绩损失没关系啊 就是 骗人是不太好 这怎么能是骗人呢 这是你在帮助我 走吧 不 不 不 这 这 那个 你看 是这样的 你男朋友什么样 我也没见过 对吧 我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 万一 我没有男朋友 走吧 您稍等啊 就是我 我还是觉得就是 假扮男朋友这事 去还是不去 去去 我还是不去 人呢 人呢 爸 我 医生啊 你来的正好 你帮我找找眼睛 我这眼睛不知道放哪儿了 爸 在这儿呢 来 怎么放这儿 叔叔 爸 我认识你 好巧 不 你就是那个 把红旗缠在手上 把中国人带住 非洲的那个英雄啊 爸 那是电影《战狼》里的演员 人家叫吴京 爸 这个是我 大学男朋友向小飞 你不记得了 我说呢 一表人才 好样子 好样子 不是 你是盛男的男朋友 那你为什么 把盛男带来啊 是这样的 盛男他工作比较忙 所以今天来不了 但他说过了 有空就来看您 盛男的男朋友 好啊 来 你 你让我看看 你让我看看 好 过来 我看 身体 发肤 都很好啊 受之肤膜啊 是是是 好样子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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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 来来来 对 坐坐坐坐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分地店的店长 分地 分地是干什么的 就是卖衣服和卖包的店的店长 不错 那就好 那就好 这 医生 你出去吧 我们俩没事 我们俩聊会儿天 好 你去吧 你去吧 忙去吧 盛男没来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您说 盛男 你别看他像个女强人 其实他胆子很小 小时候他妈走得早 他就怕孤独 所以呢 你以后 要好好地陪他 多陪他 伯父啊 我这么跟你说 就从今往后啊 盛男要是下班了 晚上我接他去 他说晚回来呢 我在家做好吃的 就等他回来 他说洗完漂亮衣服啊 你把那些漂亮衣服 新款都给他留着 总之一句话 我绝对不让他孤独 应该行吗 太好了 这我就放心了 放心 好好好 太不大了 爸 来吃点水果 好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好 我怀疑是我们竞争对手放的假消息 在干扰我们最近在浦东的那两个案子 我已经看到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 早 早 看什么呢 见鬼了 你接着看 你接着看 那个 刘总 我知道您今儿心情不太好 但是 其实您没有必要送我回家 老郑 你先下去一会儿 我心情不好吗 我先表态啊 第一 这件事呢 绝对不是我做的 也不是我安排的 我没有那么小人 第二呢 我也想办法去澄清这件事 我不会让别人欺负您 不会让您受委屈 这是我的表态 我说过需要你做什么吗 这件事情 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竞争公司 放出来的虚假新闻 根本不值得我关注 这就算是虚假新闻 这也让股票掉了八个点呢 不是小数目 这我也承担不起是不是 你很关心我 你是我朋友 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不能让别人欺负你啊 对不对 既然是朋友 再帮我一个忙 行 您说话 我义不容辞 我真没想到咱们哥几个 第一个出名的 竟然是他 人言可畏啊 这种红 可不是什么好事 向枉飞拍得还挺帅的 你看他人模狗样的啊 跟那个刘总还挺配的 来来来 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什么情况啊 你倒是说呀 刘盛南想找我了 不会吧 这是要灭口啊 那他想干什么呀 哥们儿 可能要结婚了 你别吓唬我啊 你别吓唬我啊 你说的是商业巨头铁娘子 上海大小姐刘盛南 要跟你结婚 不是 他真是想不通了 要自暴自弃啊 那个 小白 小白 你查一下 刘盛南的身家有多少 刘盛南 姓别女 刘氏集团总裁 公司市值二百三十五亿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你们项家的祖上 跟刘家的祖上 本来就是好朋友了 然后只赴为婚 这事在古代常有啊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契约性 然后你不知道这事 刘盛南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阿飞啊 你是不是喝多了 阿飞很清楚 阿飞的人格不咋地 但是阿飞还要用人格来担保 您说话我一不容辞 咱俩结婚吧 咱俩结婚吧 这 这 他这会儿来得开这玩笑 我从来不拿感情开玩笑 我承认 就是这次他梦子居乌有啊 但是我也相信我自己 有这个能力澄清这件事情 咱没必要死扛啊是不是 那只能说 他让我最终下了结婚的决心 您也这么着急脱单 第一 我需要一个名义上的丈夫 来堵住别人的嘴 第二 你这个人平时有嘴滑舌 目的性很强 但是真正做事的时候 还是有理有局的 五官单正 性格善良 身体素质经过几次夜泡 能看出来还算可以 家境虽然父母离异 但家世清白 感情前史干净 是个可以结婚的标准男人 那符合这些要求人 其实说实话 并不在少数啊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喜欢你 这么久以来 我父亲连我的名字都想不全 但是今天亲护工说 他一整天都在喊你的名字 从小到大 其实我父亲没有为我做过什么 因为他太忙了 他唯一做的 就是把公司留给了我 直到我坐上了他的位置 我才体会到 他一辈子的奸行 我一直认为 他这辈子唯一的心愿 我必须做到 所以 我一直在无色人选 那百分之八的股价波动 让你 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与其让他们胡说八道 还不如狠狠给他们打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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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您喜欢我吗 我 我承认啊 就是您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人 结婚其实我 还没有 还没有特别想好 没关系 那就当我刚才 跟你说了一个笑话吧 没事了 你也到家了 下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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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紧要 对面看着 怎么了 我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吗 什么意思 行 咱俩结婚 其实说实话啊 我从小的家庭给我的感觉 可以说点小的阴影吧 我一直不相信爱情 我不相信婚姻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 你父母是他们的事 你是你 那些阴影确实是造成了 我挥之不去的 所以导致我现在 我不相信婚姻 我也不想结婚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当他车开走了 那一瞬间里面 我想了好多 我觉得刘盛楠 他是我喜欢这种欲减刑的 而且他经济能力 经济实力 就不用我多说了 至少可以让我少分到 二十年以上 但是你这样 是不是太现实了 非常地现实 只有爱情就可以吗 还有很多因素的 以前爸妈在家谈恋爱 很好 但后来呢 吵着整个阵子 鸡飞狗跳 就因为我妈觉得 我爸不够努力 不够上进 他没钱挣 但我和刘顺男之间呢 没有这种困扰 因为刘顺男 经济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跟他可以 先达成目的 就是我们结了婚 然后慢慢谈恋爱 小伙子 想得挺通透的 可你确定你收心了吗 你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 如果让你现在走出婚姻 你可以接受吗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接受 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收心 但是我另外一个声音 告诉自己 如果说刘顺男 这次我不抓住她的话 我觉得我会后悔 我还是略有点担心 顾老二 你听不出来吗 小飞已经想通了 她结婚想接 咱们哥几个叫祝福她 总归这是一个好事 太厉害了 没事 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结婚之前都能反悔的 你再好好想想 对啊 再怎么说 还有一周的时间呢 什么啊 一周 这么快 你订酒店的时间都不够啊 人数很清楚了 结婚所有的事 全交给你去处理 至于酒店吧 我们集团旗下 有三家五星级酒店 至于价钱吧 无上限 有钱 真好啊 给点建议好不好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看我没用啊 我怎么没结婚 你 你别看我 结婚这事 我不比你经验多 我知道 夏小飞 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 如果我能追到月子倩的话 你都能在一周之内闪婚 现在你在一周之内闪婚了 那我追月子倩也有戏了 什么脑回路啊你这是 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刘总 其实 我们还有更多优秀的人群 一样可以抵消这次虚假新闻 是我看到 父亲对他笑那一幕 我以前 不相信感觉这两个字的 但是这一次的决定 又偏偏基于这两个字 我曾经也想象过我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按正常逻辑 找个能当户对的联姻 就像母亲跟父亲那样 母亲这一辈子 也并不快乐 老郑 你知道 老郑 你知道 父亲第一次发病的时候 对我说了什么吗 他说 盛南啊 权力和财富 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在外边 是在心里面 人只有跟着心走 才能活得真的快乐 这是父亲清醒的时候 跟我说的最后的话 是说的 所以我想 跟着心走一次 百夫长 吴建额 黑卡 我去 能不能先借我十万花花 这看来还是来真的 老郑 你可别慌啊 还等着你给他出主意呢 我不是慌 我就是觉得咱们哥儿几个 这么多年了 那大家各自在感情上 都有很多问题 就不相信爱情了 有遇到了爱情呢 放不开自己 还有像这种 一人吃饱 全家不愁 贪玩的 但是没想到 今天这个贪玩的 第一个在咱们哥儿四个里边 结婚了 其实我也挺为你开心的 来吧 兄弟 其实那晚我本来并不准备答应 可是在那辆车离我越来越远的那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中突然生起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这种情绪没办法解释 但我能确定 这和金钱无关 这似乎有一种力量让我上前 不然 我会抱憾终身 我会抱怨 我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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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我呢 你多有我 小肥 你还进不进口头 几点了 几点了 我开眼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都别了 快快快快 进不进不进不进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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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 赶紧洗漱去 你要快点洗漱啊 别摸摸疼疼的来不及了 我已经洗漱了 快点快点快点 好衣服换了啊 赶紧 别换 别换 我去 我现在去换 啊 呀 呀 老婆 因为你 我把婚礼往后 推迟了半个小时 向小飞 希望这是你人生中 最后一次迟到 我保证 我再也不知道了 那里有三张卡 一张是别墅的门卡 以后是我们的家 还有一张 是上海那家酒吧的无限卡 听说昨天晚上 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高兴 那以后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 就只能去那家 如果去别的场子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先生 看我儿子多帅啊 他这几个朋友真是群 四个大帅哥 放松一点 来 学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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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加油 走 走了 走 走 一张卡 几张 有你一个人吗 是 先生 是 先生 三张卡 几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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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卡 几张 请我们的各位来宾 尽快入座 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 向小飞先生的伴郎 在这里 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 向小飞先生 和刘胜南女士的婚礼 正式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二位新人入场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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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 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 我也是第一次亲眼 什么情况 是不是撤出问题了 我差点害了小飞 你 各位 我们的新郎 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 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 把我们的新娘奉为今生唯一的女神 对对对 那个 那个 我是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 来迎接你来到我的人生当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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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挺好的吗 现在请我们的新郎站起来吧 牵着新娘的手 回到主舞台上 回到主舞台上 爸 来 爸 爸 我知道 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和盛大就是夫妻了 我会好好爱她 好好照顾她 你放心 放心 放心 小楠 爸 爸 我把我女儿救给你了 谢谢你 从今晚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到年 你和妈妈结婚 也是这么有趣吗 是啊 就是我们我也自己就好了 咱们今天不了解这个事情 可能这一些 都是天意吧 来来来来 这儿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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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来来 咱们加入合影吧 走吧 来 来 走 你是要睡在这里 还是要进屋睡啊 我 应该进屋睡吧 你那么聪明的人 在这儿给我装傻呢 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 这个 就是这 受法律保护了 对不对 要是进屋睡的话 应该也不算算了啊 还不赶紧 进屋之前 我再提醒你一次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牢记在心 牢记在心 把胸部里面 要不必 的 但是 你不知 你也不知 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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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把眼睛闭上啊 你还把眼睛闭上啊 你为什么把灯给关上 好 我给你炖的那个银耳莲子羹 临时决定飞烫因果 有个紧急会议 刚起床就要走啊 你辛苦了 下次回来吃 您拨到的用户已关职 请车后再拨 对不起 先生 您好 您的外卖 我没有点外卖 不会啊 您不是向先生吗 你稍等啊 向先生 是我 老郑 我看外卖显示已经凤凡 您收到了没有 你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 您不是求婚嫁吗 刘总吩咐 让我照顾您的生活企区 我呢 就给您订了份外卖 是您最喜欢的香菜 他怎么样 安全到英国了吗 电话也打不通 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 向先生 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 也不接电话 问题我是他 算了 没事 救命啊 往下飞机 在这儿 你现在要不够 呢 我们生意 用热锅 快辞职 刘总 也是我此生的责任 但也是此时的障碍 要不然 咱俩一会儿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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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球 这就是男人捧着茶壶踢球的低能生物 太可怕的物种了 我上了摊桌上去 一会儿要什么动静 这个胡怨哲胡怨 不要什么点啊 我对他刷 我对他刷 我对他这儿了啊 你这些 我上次的见面 我很开心 你和声 我一直在你的身边 有一个气 你还想你什么 你还在身边 你谁啊 等于小飞回来就够 我跟他说也差不多咱们撤了 是 撤了 你俩是不是都老了 对啊 我觉得这音乐挺带劲的 赖感也得撤了 明天还上班呢 小飞怎么还不够呢 我 我 我还挺开心啊 不好意思 把你接回来了 嫂子 你信了 不存在什么嫂不嫂性的 就是搁几个 闲着无聊一块聚聚呗 和哥们聚会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的婚戒呢 我 别找了 老郑 不如祖敬 穷胜 这也是你跳舞的时候 跳舞池里 我把你收起来了 向小飞 如果你还尊重婚姻的话 请你以后务必带上婚戒 我肯定尊重婚姻的呀 我是这样的 最近一直收拾这个打扫那个的 老是喜喜串串的 我怕把她弄坏了 所以说我就给她摘下来 放在裤兜里呢 没想到不小心掉出来 我没注意 编造这种 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很没有意思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难道每天要生活在 谎言当中吗 是 我知道 我们俩结婚了 但你们想过一点 从结婚到今天 一共两周过去的 你在家只待了三天 不是 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就生命中的一个 标点符号是吧 你还记不记得 我是你丈夫啊 你给我的直观感受什么 你知道吗 对你来说 我还没有你工作重要 可能甚至还比不上 你的一个岳阳电话 好 你有工作 你有事业 你有梦想 我承认 我也赞同 并且支持 因为我是你丈夫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咱俩是夫妻关系 要平等的 你也可以支持我好吗 我们之间是平等的 你也可以做 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前提 要遵守我们的约定 我们的约定 并没有约束你的自由啊 它只是让你 更加地合适我 而且你可别忘了 向小飞 这个约定 是我们婚前就说好的 我这个人 最重视的就是承诺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要对自己说出的话 不负责任吗 行吧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那好 之后的事情 听老郑的安排吧 不好意思了 湘先生 你问你 按照董事长和您婚前的约发协议 这三天 我要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拿走 你得在家好好反思 不能出门 您的饮食我会为您订餐 还有 这个 监控啊 这是董事长的意思 为了避免您再次违规 这限制我人身自由行吗 再说了 协议上没写过这条啊 夏先生 这是补充协议 您是不是没好好看呢 你是不是没关系 兄弟们 大恩不言谢啊 等我胜利归来 前面这车那么熟悉 是像前面车吧 不是 他在家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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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小肥 怎么好久都没期见嘛 咱们姐妹们 都以为你不做了 我怎么会不做呢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老陪在上海时尚圈里面 还算一个小小的定海神针 对不对 要没有说定海神针呢 上海时尚圈 那就要先起京涛海浪 但是呢 我要说明一点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 没看见我呢 我就是请了一个 小小婚嫁 小飞 这就是你不对了 怎么了 你结婚为什么不叫我们 怎么想 这个婚礼办得很小嘛 就是亲戚朋友一桌 喝点酒 吃个饭 就这么简单啊 就没有惊动你们了 这么保密啊 你看他在做什么的 不会是哪个名人吧 哪有什么名人 最多是个人名 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 做点小生意而已 做什么生意啊 监控设备 监控 那不是我让你监控得牢牢的 没没没 试试 你是不是怕老婆呀 怕老婆这个问题 你这么说啊 虽然说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 我说东 他不敢说西的 有句算句啊 我的工作他还是很支持的 也跟我说 今天让我玩得开心 他问我跟谁见面 我说我跟我的亏能见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 这包包和衣服啊 都是皮囊 装饰外表的 皮肤呢 还要自己照顾 多多的保养 这么多年 感谢啊 这么多年感谢照顾啊 多 我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付酒钱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你的兄弟演得很好 但是他忽略了三点 第一 你从来不趴着睡觉 第二 他的腿比你短一截 第三 他没有减小支架盖 孙小贝 你给我挺好的 我之前之所以选择你 是因为我相信你 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丈夫 哪怕只是协议而已 但是你一二再三三的欺骗我 挑战我们的底线 我今天也郑重地通知你 如果你再这样 我无法容忍 不是 我想问一点啊 没搞清楚 是不是我们俩结婚之后 我谁都不可以见 只能在家待着 不能见朋友 不能见兄弟 不能见客户 都不可以 见客户当然可以了 你大可大大方方地告诉我 为什么要选择欺骗我 我也不想骗你 但是我怕你生气 你很容易生气啊 是因为你心里太清楚了 他们不仅仅 只是你的客户而已 他们还是一群 可以跟你一起 花天酒地 循环做了的庸俗女人 在你那儿买几个包 只是想炫富而已 在你的三观里面 可能他们是庸俗了一点 但是 我希望你搞清楚一点 无论是庸俗的女人 还是买包 为了炫富的女人 我毕业之后 能够留在上海活到今天 就是这帮老朋友 老主顾 他们给我一口饭吃 我才活下来的 是靠你的三寸不烂知识 和鬼混生存下去的吧 鬼混 我告诉你 刘盛南 在你这儿可能是鬼混 但是在我这儿 叫求生之道 我没有很显克的家庭 我没有经济能力 我也没有很高的学问 学历就是这样 摆在这儿看着呢 我怎么立足啊 我在上海立足只能做到一点 让所有的客人 所有的女人来到我店里面 高高细筋地来 满意地走 就这样 我的工作 我的职责 就是这个 你别拿这个表情来看着我 你不用嘲笑我 我好不容易花这么大精力 把这帮朋友给稳固下来了 是 他们就算轻家荡产到我店里去 把所有东西全买光 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但对我来说呢 是业绩 是能力 它能改变我的生活 你知道吗 怎么你觉得 你现在的生活不够好 你觉得我很有钱吗 是 我有钱 但我也缺钱 刘世兰 我希望你清楚一点 你有你的梦想 你有你的事业 我也有梦想和事业 虽然我知道 这个梦想和事业非常地渺小 但再渺小它也是梦想 你的梦想我可以帮你啊 我想要好好做啊 我想要做的啊 想在上海立足啊 出人头地啊 但有个前提 是靠我自己 不是靠你帮我 我希望所有人尊重我 而不是把我关在家里面 拿监视器看着我 跟狗一样拴在那儿 我不想这样啊 如果你觉得我这些 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 全是鬼混的话 OK 我没话跟你讲好吗 没话跟寠 Board 是个人一 Volker 哪里 你爹 你真是无事 我什么事 你你们想要做 我这次看着 我带着你 老别不想要做 我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后退 都绝不意见 我不想重走了 但是 似乎没有选择 这个是什么 我也想说 你也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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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也想说 我认识 我认识 没 没干什么吧 大哥 你别说那么猥琐行吗 杨元海把厕所都吐堵了 然后你陪我去一趟洗手间 大人 你是在外面站来着 后来 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这些我都知道 就是我就问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什么事 有啊 你很贴心 很绅士 你还像单脸也那么可爱 那个就是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告诉我啊 具体我是怎么个绅士 怎么个可爱吧 做什么你忘了 你怕我难受 才把衣服借我披上了 这时候我还没见你呢 然后呢 我老公过来接我我就走了 他还说改天啊 请你和佟水他们几个吃饭呢 你老公来接你了 好好好 行行行 没事没事 好 我就随便问问 行行行 那咱们成绩 好吧 好嘞 老公来接了应该没什么事吧 那这 这怎么回事这是 还有别人 你老公来接你了 我去哪儿 去哪儿 这怎么跟您的交代啊 这怎么跟您的交代啊 你老公啊 这怎么跟您的交代啊 你好 这怎么跟您的交代啊 你好 伯伯 好吗 老陆 疼 这个还行 老婆你回来了 疼 嘴巴怎么了 我时间生病啊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嘴巴之所以会这样 这事还得怪你 怪我 对啊 你老出事还不在家呀 我想你呀 那一想你我就喝酒 喝醉了之后 我就看了照片 我还仿不看见你了 我以为你站那儿呢 我过去就要亲你 啪一下磕墙上 完了之后 你看嘴是这样 编得挺好呀 天地良性我绝对没编 说我全是实话 如果我瞎说的话 我骗你的话 我就不得好死断组绝孙 你看 你看照片 好 要不要煮点药啊 我要自己会好的 去美国给你带一个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好 我先上修友间啊 好 肖小飞 说什么 老婆 这我能解释啊 如果我说什么 天地良心算是决定是吗 够了小飞 我刘算男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同学聚会我可以 但是我最善别人欺骗我 准 你又能够 我希望你知道 你们四个哥们出去玩 去山里待着是临时决定的 没有告诉你是我不对 但是问 视频我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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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师练得挺好 法轮师练得挺好 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老公 太有面了 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四个开着车到山里面去 是临时决定的 我们车开到一半的时候 车坏了 我们下去修车 然后有别人说要不要帮忙 那帮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知道我们 是住在同一个酒店 够了够了 谢小飞你别解释了 我听得太多了 我累了 离婚吧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 但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别说了 我喝完酒我也想过我们将来 我们是从 别说了 所以说这份离婚协议书是真的 是 拿着 你开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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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刘舍南 从咱们俩认识第一天开始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结婚也是你说了算 跑步也是你说了算 就是离婚啊 什么都听着 听你的 开车 陈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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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寒 我知道有些话我说的不对 我说重了 我不该说那些话 我们两个能不能好好谈谈 陈寒 这些话我说是很可爱的 有些话 有些话 我现在想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这么快就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你还回来干嘛 想你了不能回来 去 看你这状态搞定什么了 搞砸了吧 你别废话 那么小吃得行不行 快饿死了 行 这还有半片面包 你先垫吧垫吧 我去给你煮碗面 到底什么情况啊 是他不接受呢 还是你又把话说死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一定要态度好 女人就得哄 一日夫妻百日人 这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啊 对不对 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听见了还那么啰嗦呢 我们的开始突如其来 结束的干脆利落 她说的对 结婚以来 我们之间最多的 似乎只是怀疑 争吵和一肚子的抱怨 她说她累了 而我 也累了 既然这样 就结束这个玩笑吧 来吧 这怎么了 怎么眼圈还红了呢 还了 我 我打了个哈欠不行啊 这一个人 他们的男人 都是假定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份儿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旗嘎地是 怎么能看上你呢 我们也差异呢 你 你俩是不是把正事给忘了 不是在干活呢吗 快点过来 等过来 嗨 这你吓我一跳 老郑 向医生 不好意思 没和你打招呼就来了 没事 我 我今天是为留警员的 您说 您说 他今天到店里找不过你 想跟您说件事 是老爷子的事 老爷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老爷子挺好的 他是 他是想请您帮个忙 明儿嘛 老爷子过七十大事 你吓死我了 下回你这种话 能不能一气说完啊 这会儿打什么逗号呢 吓我一跳 不过 这实际情况您也知道 我跟刘总 离婚了 这忙可能 可能帮不了吧 可 老爷子不知道这事啊 老爷子身体您也清楚啊 他其实也记不了 不不不 好 向先生 老爷子他记得您 他每天都 都提起您 对不起啊 这忙我可能 真的帮不了 向先生 您知道 您如果不去的话 刘总在全家 和全公司面前 他 他可是最要面子的 对不起 他 他要面子 我还要面子呢 可真逗了去了 你没搞清楚啊 是他求我帮忙 是不是还过来跟我说 亲自来跟我说呀 让您传什么话呢 可真的 向先生 刘总 你还不了解吗 老郑 那个 对不住您啊 这 这 这个 我帮不了 您请便宜 向先生 向先生 对不起 您 您请便宜 不是 向先生 对不起啊 梁冯 您请便宜 一哈 半夜 行了 走吧 走 走 爸怎么先到的 爸 小飞 看啊 这儿折这么一下 然后呢 这儿两边拉一下 你看 这不就好了吗 让你收拾 还是小飞厉害呀 那可 怎么了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我 我都吃饱了 这早高峰晚高峰很堵的 您是很久没有工作了 您不知道 我还上什么班啊 什么 现在是你奋斗的年代啊 我也该歇歇了 你想把我累死了 我真不敢把您累死 叔叔 您说的没错 该我忙 该我忙啊 我来 行不行啊 乖 乖什么乖啊 不乖 我又怎么了 你多久没有来看我了 盛南工作忙 好 就算了 你呢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这不来了吗 好了 好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哎呦喂 爸 我一个月来看您四次 你还是不记得我 一个月看我四次 他 他有那么好的心吗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他 他谁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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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啊 要不 咱爷儿俩走一个 爸 您不能喝酒 你胡说什么了 第一 谁是你爸 第二 谁说我不能喝酒啊 我今儿说个公道话啊 咱们这么着吧 今儿啊 这 我喝酒 您喝茶 好吗 这样行了吧 好啊 非常公平 来 找一个 来 来 今晚有会晚点回去 你好好在家 要乖 来了 今天公司的会有点多 抱歉 找我什么事这么着急 请你所及 你有办法了啊 你是生大老人吗 小 小飞啊 小飞啊 我记得 我三十岁生日的时候 盛楠 也就两岁吧 差不多 就 就这么一点点 他趁 家人不注意呢 就偷偷偷地 喝了两口酒 喝酒啊 真厉害 最后的结果呢 喝醉了 他蛮长的跑啊 跑得非常可开心哪 看来他从小就爱跑啊 是 宋楠呢 是 宋楠呢 不 宋楠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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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楠呢 你帮我找找啊 爸 爸 爸 咱不找了 咱不找了 盛楠他 他在 他一直都在 他在哪 他在 他一直在 在你心里啊 是不是 其实您自己知道 在您的心里边 盛楠一直陪着您呢 不是吗 你说得也对 他在我心里 小飞啊 你没当过爸爸 那种感觉 你理解不了 你看着一个小女孩 渐渐地长大 越变越美丽 变成了女人 是 这种感觉啊 所以是 我 都是 是说 谁要是能娶到我们家的姑娘 那她这一辈子 那是鸡的福啊 对 你一定要记住啊 你跟盛南结婚的时候 你对我的承诺 我记得 如果你要是对盛南不好 行啦 妈 我知道 我之前所说的那些话呢 我一句都明白 你都记得 对啊 你说什么在这儿 我说 咱们永远是一家人 他而且爱着 这儿 你还没让我 他 知道 你会 我呼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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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快樂 終於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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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你總是年份淚光 過去短絲一場 也不忘 風吟唱 若有來世 模糊你成長 有太多光 你還悲傷 是我家沈丹 沈丹你怎麼來了 沈丹 你在何方 沈丹 你怎麼來了 沈丹 那又是我們家的沈丹 沈丹 好好好 夠不夠 吃 吃了 快點 拿點 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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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 吃嗎 來 拿這個 在家裡 拿的 舘 拿的 拿的 船 拿很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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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e기 慢点 刘总 您没事吧 江先生 要不我送你去客房吧 老朕 你先回去吧 好 了 eer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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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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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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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这么早醒啊 早 我许久未见 都没想到 这见一面咱们激情啊 别想太多了 就是喝多了而已嘛 不会 影响到你什么吧 影响到我什么 你想什么 那女店长啊 你放心啊 我肯定不会到处乱说的 那只不过说女店长而已 没有别的关系 别瞎想 是吗 我还以为 你你的效率 我的效率 我什么效率 就是我的效率啊 昨夜晚上 谢谢你啊 都是两亲相约的事情 又不是第一次了 谁谢谁啊 我是说爸爸的寿宴 应该的 不早了 我还要去开会 你 我还要去做 我还要去做 早饭就不一块吃了啊 对了 你那个蛋糕店 最近营业额应该到瓶颈期了吧 你怎么知道 给你一点小建议呗 一旦饱和了需要扩张 我建议你开几家连锁店 这饱和要扩张我也知道啊 但问题要开分店的话 也需要大量资金 这资金是个问题 这不用担心啊 我可以帮你啊 我可以做你的合作商 我还是不想让你帮忙 我想靠自己 不想靠你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才去帮你的 我是真的觉得 你的那个蛋糕店 势比好投资 还是 还是算了吧 好 走了啊 要不一块吃早 再见 对了 你便宜说一件事 下次去看爸爸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老爷子毕竟什么都不知道 有些事一码归一码 行吗 走了啊 看从小炉 人家里有些照片 说 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讲 什么事 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讲 我要谢谢你 谢谢我 我怎么不记得我帮过你什么 你一直鼓励我 跟我说要坚持下去 要开分店 我现在找到资金了 准备一下开十家 谁投的 私园基金 你知道吗 吴风章 你认识他 见过而已 是金融圈里的老油条了 不过这一次 你遇到很对手了 对手 这 不应该是朋友吗 投资人是朋友吗 以后你会知道的 不管怎么样 恭喜你 不过我还是觉得 我真的没帮你什么 不管你怎么说这件事 我记在心里了 我们俩出来 每次都是这么说说话 逛逛街 还没有一块吃过饭的 要不我请你吃饭 饭就不吃了 看看电影吧 你喜欢看电影啊 主要是想堵住你的嘴 走吧 真的 不 不好响吗 你看不会吧 有没有 笑 笑 就这边有话 不错 笑 你喜欢就好 最近你喜欢看电影之外 还喜欢看书啊 你看到了 看到什么 你看到我包里的书了 拿纸巾的时候 我以前看见的 我怀孕了 去过医院了吗 确定的名字 你说呢 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 但既然你已经看到了 我也没必要骗你 不过我提醒你 以后不要随便乱翻女人的包 走了 喂 小飞 你这啥情况啊 大半夜的 在群里鬼哭狼嚎的 这么离不开我 我才走一天就没主心骨了 姐子 我告诉你一消息了 刘胜男怀孕了 孩子 是吧 是乡先生 谢谢 谢谢 我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事啊 虽然你跟哥儿姐可以聊一下 但是谁都帮不了你 这可不是帮不帮的问题啊 这是个男人应尽的责任 我觉得郭罗二说得对啊 那怀了就怀了嘛 有什么可怕的 你就承担几个做男人的责任 我告诉你 小飞 这是要摊在我身上 我肯定就让他生下来 少说逢良话 谁怕了 我又没说不承担责任 但问题是这事有点突然嘛 这这 你们别要看笑话行不行啊 你们做好做爸爸的准备了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爸爸啊 你好意思说 你忘了我们三个陪你做爸爸的时候 经历些什么吗 还记得不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这事 现在回想起来啊 其实奶孩子是一个 很有成就感的过程 这个小宝贝刚生下来巴掌打 从他慢慢地睁开眼睛 从爬行 到学会走路 对吗 哼哼哑哑地学你说话 特别是在到第一声 叫你爸爸的时候 只有你经历了 才知道有多美妙 也罚银行 其实 大棵 有 难 有 大棵 哈哈哈 没 刘女士 从这个检查报告来看 你的这个血压方面还有些问题 如果拿掉这个孩子的话 会有什么伤害吗 那当然了 虽然现在孩子没有组约 但是只要是流产 对孕度的身体 都会造成成不同的 伤害 大夫 跟您说再具体一些 您是在先生 对 如果这个血压还不一样 我既然会有这个机会 就把我们作为一生 不想其他人 做责任的考虑下这些事 好不好 谢谢 是不是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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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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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可能 可能你觉得很淡定 淡淡 但是我淡定不了 我 我不明白 这事 你不紧张的吗 紧张有用吗 难道我要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哭闹不停 来问你该怎么办 夏小飞 我们只是朋友 你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 我 我没有说你为难我 我没有说这个话 我只是想问清楚 你 你真的是想明白 要把这孩子打掉吗 难道有别的选择吗 这件事情非常突然 它不在你的计划范畴之内 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或者换句话说 你我都不在彼此的计划之内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顺路 我就不送你了 你快 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我知道我要勇敢 我在努力地做 让自己更加勇敢地 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问题虽然如此 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生命 而且跟你有有关 我很体谅你的心情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咱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 生下来说得容易 说得容易 那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把孩子养大 把他抚养成人啊 让他在一个父母不群的家庭里长大 就跟你一样 爸爸家住两天 妈妈家住两天 居无定所 放养成长 然后长大变成一个 对家庭对责任毫无概念 一个金玉其外的空虚先生吗 你自己刚才也说了 他是一个生命啊 我们不需要同情和联络 我们需要做的是 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 这样才有接待他的资格懂吗 但是现在的你跟我 都没有 你自己刚才也说了 他是一个生命啊 我们不需要同情和联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会儿呢 我来 我来 这里是医院那么大声让人干什么 谁是你太太了 做个B超而已 至于那么紧张吗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 所以你还没做是吧 约在后天了 我 那你等会儿 你就别这样了 让我扶着你点吧 你现在身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特殊时期走路能不能慢一点 我知道了 我是要赶回去开会 包给我 虽然工作很忙很辛苦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关于孩子的问题 能商量出个什么结果呢 夏肥 你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情了 问了也是给自己添堵 这件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好 咱们复婚吧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咱们俩还是复婚吧 如果咱们俩复婚之后 孩子就不会像我这样 他会有爸爸 他会有妈妈 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他会很健康地成长 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复婚 对 婚姻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也会跟孩子无关 你的复婚 是为了孩子 为了你心中的内疚 却不是为了我 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误会 我跟你说出 复婚这个事情 我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最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也想了很多事情 我很了解你 你因为熟悉而厌倦 又会因为有距离 而又产生新鲜感 但是过了半年 一年 又会因为孩子的出事 引来一系列的麻烦 而又产生厌倦吗 然后呢 再离婚 我不想再这样 四个人全都关机 从早上到现在 不是这四个女人 集体消失啊 不是 按正常来讲 这刘盛楠跟许多 他俩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可能会关机啊 反正至少盛楠 那是肯定不会关机的 这四个人商量好了吧 要不咱们报个警啊 报什么警啊 不会是 集体要跟我们决裂吧 我去 不会这么扎心吧 我们刚决定要往前迈一步 怎么着 都撤了 兄弟们有情况 月子倩更新微博了 发什么了 看 列夫托尔斯泰从说 我会有这样的爱情 全世界分为两半 一半是她 那里一切都是欢喜 希望 光明 而另一半中没有她 那里的一切是苦闷黑暗 但是男人 似乎永远是喜欢黑夜的动物 所以 我们要自己去追求光明 追求光明 他们能去哪儿啊 都会上哪儿去了啊 我倒是想了一个人 我看 todos 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来啊 我来啊 和姐姐们一起乘风破浪 好爽 让一些男人们去见鬼去吧 哎呀 这生活真好呀 就是老不开手机 许多 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给扔出去啊 我们来干嘛了 就是要抛开一切 抛开男人 享受我们自己的快乐 来 好吧 扔吧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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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蘭 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但是 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承认 我不能算是一个好男人 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是我想过 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一个好父亲 我能做到这一点 之前我接你问过我 你说 跟你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心里有内疚 有亏欠 其实不是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爱你 我也做好了决定 这一生 都好好照顾你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我这个手上 有一个戒指的印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 在余生 把这个印填上 对 谢谢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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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在那个 劉 especially い pas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当时这个情景下 如果是正常情况 男方会有99%的几率掏出戒指 然后在三秒之内 为女方带上拥抱圆满大结局 可是尴尬的是 我们因为事发突然 属于那0.00001% 我们没准备 不 这个事有蹊跷啊 郭经理是蹊跷的问题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们来得太匆忙了 所以我们没在来 但是我们有 我们有 去 有 人 现在啊 到了我们的故事 我们四位走够了三十而立 走向四十不活的先生们 终于走上了各自想走的路 但是 我们兄弟四人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却没有忘记 那就是属于我们的婚礼 曾经 我们止步不前 随后 我们又忘记回他 如今 我们终于看清了方向 走向最初的那个自己 这 就是先生们的故事 也是一首献给新中国 新时代 所有人的常识 我们和你们一样 肩负着生活 事业 金钱的重重压力 不由自主地变得成熟 稳重 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叔 不再像当年的自己 曾经的青春和梦想的激情 被一点点剥夺走 打心眼里不想长大的我们 似乎 无能为力 然而 人生却永远在自己手上 只要你不忘初心 保持梦想 拥抱生活 珍惜所爱 你就永远是那个最好的自己 千万个孤独的灵魂 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为我彼此奋不顾身 至少我们 我们会为了梦想故隆 为爱而长大 先生们 请立正 继续 向前走